69元 多大 很大 我知道最好賣的是什麼 除了燒鵝 還有一件 紙巾 真是一口滴出來 這麼好肉汁的可以做 今天來嚴佈這邊 去試一間我條條發生有燒鵝的視頻 你們也點我來試它的燒鵝 好 到部到部 長潤 小小小小 手撕瀨尿燒鵝 看斬燒鵝那個人是怎麼斬的 好像噴水 沒有燒鵝 快點 沒得吃 我們老的時候會不會像他們兩家叔似 很浪漫 這張菜牌是夠殘餓的 不知道用了多少手 燒鵝 整理燒鵝 可不可以下妝? 留美? 好嗎? 我是小朋友 煮鵝腸 煮鵝腸 煮鵝肉 有這個 宮廷道香肉 有沒有東西送 有什麼送 送什麼? 點心 送我中心給你 快餐 一個人吃 真的嗎? 有快餐吃嗎? 哦 總之要吃快餐 你很喜歡吃快餐嗎? 喜歡 我家裡有很多快餐吃 喜歡吃豬腳飯 嗯 我幫你上 我幫你上這碟 我幫你上這碟 下面那些是什麼? 姐姐 有些粉 噢 陳村粉 我們的 應該是我們的 是不是白灼? 是 嘩 真的 69元 多大 很大隻 這隻鵝腿 真的是特質的 你可想而知 剛才燒出來的那一刻 它是多漂亮 C出來 它是寫首詩 也不寫首詩 Dirt 所以說 你有沒有見過 標游的那隻鵝腿 你已經懂得測 我們下來了 可能早點來不來 隻鵝腿更漂亮 你看大隻 這間鵝腿最好賣是什麼 除了燒鵝腿 我還有一件事 紙巾 醬汁 醬汁是全水滴出來的 醬汁 醬汁可以做到 那些肉 你沒有想像中那麼嫩 它是有鵝肉的那種感實 夠軟的 味道夠油脂 夠脆 但是香料味好像重了一點 你以為 如果它燒出來的那種 保留汁水的那種感覺 這個燒 我真的做得99分 它會吃得比較柔軟的那種 我先開工吧 喝這些吧 我也算是好吃的 這個燒鵝 但對於我來說 這個燒鵝就是那個 味道會淡一點 但是鵝味的 原本的本味會不錯 鵝靚 摘著肉 這是主食 吃著吃 不要吃太多 我有東西 我有糧食 我也有 不要蘸醬汁 這醬汁真的很鹹 醬汁就是五香粉的味道 吃生燒鵝的地方 肯定有鵝腸 新鮮的鵝腸 可能我都不太暈 我都暈了 吃會不會鹹 很爽 放兩塊給你 不用了 這些繩子不用解 要解不解怎麼吃 那是蔥葉 不是 那是和滾草 難解的 這條東西不要用手解 用口解 已經成功 擦完肉幾兩 給你一個十字 有瓜打印 有某質話 但沒什麼道香味 這個是 柳中豬柳 但是它還要很甜 這個東西 可能是附近 多數都是附近的村民 附近的居民 過來吃 這個不好吃 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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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可以流 吃了頸 越吃越硬 193 味道 不過不失 價錢 我覺得都不算便宜 四個字 見人見智 肥虎探教步 不用走 等等 記得關注我 人不風流 枉少年 作為一個有十幾年經驗的痛風佬 還要逆風而行去做美食博主 餐餐大魚大肉 所以在美食面前要什麼尊嚴 砌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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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砌 一聽過這些名字就一定要在鄉下才能吃 但現在不用了 天害有 到一步到一步 鄉下飯莊 小小小小 這裡很大的路 走這邊 不知道 你走那邊我走這邊 你走那邊 我走右走 看什麼湯 五斤鳥煲十碗湯 對我的痛風患者來說 三個小時是很害怕的 但五斤鳥煲十碗湯 就很厲害了 今晚是南北橫金銀菜煲豬肺 還有食橄欖青橄馬煲牛排骨 還有雞骨草高之力 那不就要什麼 南北橫 潤潤也抽天 飯是怎樣 一鍋上來是怎樣 一碗碗的 有一碗碗就是一鍋 一碗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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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飯莊呢 飯莊呢 飯莊呢 我煲飯很小 然後才有飯莊碗廢 即是我要等他們下班才和他們一起吃 做叉燒 有肥叉燒 我要肥瘦相鑑 有沒有 鴛鴦 脆皮大腸 然後蔥油雞 有沒有一些比較特色的菜 我沒聽過的 鴛鴦菜 鴛鴦菜 鴛鴦鴦菜 鴛鴦鴦菜 這個很好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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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跟他說 廣東菜都很純老 好像小孩子 哇 金文菜南北橫 金文菜南北橫 即是生熟的菜乾白菜 然後煮豬肥 润一下喉润 润一下肥 適合 其實有時用炭火麻糠 用炭火麻糠去煮湯 先進出味更香 上面是炸蒜 五斤料煮十斤水 網絡是有的 因為湯裡面還有材料 你再看看湯 成色煮得多濃稠 用炭火煮出來的湯才會這樣 南北橫 煮豬肥 是我們廣東湯水 秋天應該都是一個 飲鴦肥的湯 以形補形 再加上它煮到現在 這個質地 真是很有魯伯湯 那種火喉的感覺 我在喝一碗湯 我看到那隻雞也很漂亮 看雞跟女人一樣 先看腳 腳漂亮 你咬進嘴裡就會切 雞也很好 皮爽肉滑 最重要是四個字 算有算味 這個蔥仁皮真的特別香 又有湯飲 這盤是你的 那盤是我的 這盤是我的 噢 弄掉它 果然是湯王 不是說的 柴火煮有肉 一打開那種米飯的香味 柴火的米飯香味 真的很棒 你聞一下 噢 好棒 湯噴噴 粒粒分明 夠乾身 還有很香 首先它的做法好 很香 真的有柴火大鵝飯 真的有柴火大鵝飯 但是米很漂亮 你咬進去那種米香味 那種甜味 是很充足的 有一點點米的軟鵝感覺 鵝渣 香蝦 大盤菜 很青綠的菜 又一鍋 第三碗 喝它 叉燒 鵝鵝 有肥有瘦 你可以吃到兩種口感 花叉有兩種口感 有些豬油 所以切的厚度 是會比較厚一點的 瘦叉這邊 它肯定會相對比花叉的 纖維感更長 所以切薄一點 讓你咬 一入口 好 肥那邊 首先是軟爛開了 接著 豬油包著 慢慢瘦那邊 再慢慢咬它 整個叉燒的香味 就出來了 剛剛烤出來的香味 那種焦香味 配合出來是剛剛好的 我們今天其實很簡單 這頓飯 還不工作 炸雞環 唉 又一碗湯 我真的整碗都喝湯 為什麼不點豆腐 哦 豆腐不用自己點的 它是吃別人的 我們在貌市之中 可以想到一間 在鄉下 很有鄉下風味的 出品菜式的地方 真的很難得 天河現在就有間 肥虎探家 不用走 記得關注我